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看啊 简单来说 有一个桶装水销售协会 这个协会发一个通知 当然协会不是政府部门 没有强制力 但是他建议 建议这个北京市各个地儿 把这个农夫山泉的水啊 下架 与此同时呢 按照农夫山泉的这个老板 叫中闪闪的这个指控 说有个报纸叫精华时报 说精华时报 销链很大的 对 从哪个时候到哪个时候 足足用了可能长达有67个版面 在说农夫山泉的这个水啊 不达标 有问题 然后呢 他这不是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上不是跟这个 精华时报那个记者 你可以看看照片 潮起来了 潮起就是 你看这个精华时报的记者 在质问 现场听说还传出了 这个让谁滚出去 这样的吼声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这是大屏幕翻 这个这个讲坛上的 就是这个 龙夫山泉的老板 老板 然后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 喝水 喝水 这叫喝水 卖水的老板 就是这样声明的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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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他喝 没有用了 这个事情啊 为什么我觉得诡异 我在网上听到的一些意见 当然是就是骂 就是说这个水都不干净了 龙夫山泉不地道 但是我也听到 另一种私下里的非短流长 就是说呢 说这个事儿是不是 哪个关系没处理好 这个事儿呢 是不是这个什么没摆平 你知道吗 就说出很多 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的话来了 就是说 龙夫山泉这个水 到底有什么问题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还是某些部门之间的一个内部之争 因为某些事儿没有弄好 是吗 我不明白 你看明白了吗 我也没看明白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 我也看到有人这么讲 我觉得很好理解嘛 今天中国基本上是个 是非标准很含混的一个国家 你比如说明明按照常识的话 一般觉得都该这么做的 或者都该对的事情 说着说着就变成 这得看你用什么标准来讲 对不对 对 然后或者呢 有些事儿呢 他就说着说着 就明明有读没读 有事没事 是很容易判断的 是你有一些检测标准 结果说着说着就变成 这谁掌握话语权 谁没搞清楚 谁没摆平一些事儿 没关系没弄好 都变成这样 没错 而且你看这个事儿 真的很有象征性 象征我们这个社会的 这个美其名曰多元化吧 你看就是说 那个协会可能就是说 他没有向北京市的这个部门 和这个北京市什么我们吧 没有申报 就是说他这个水上 是浙江省的这个水的标准 还有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 还有一个自来水的这个标准 甚至你看有的这个 可能人就就指控农夫山权 说他那个指标啊 连这个自来水的标准都达不到 然后呢 你看我那天我看了一点 我原来呢 自来水啊 因为这个远远流涨 是吗 所以自来水的指标 达到一百多个多项指标 而我国呢 对于这个桶装这种饮用水的指标呢 可能才二十多个指标 这就是所谓的 从来都没自来水好 对你从来你这指标你哪比得过那一百多个项目的 但是但是指标都一定好吗 不是 可是这个钟老板就说了 他说那意思就是说啊 呃 我们这个二十多个指标 当然是以那个自来水的指标为前提的 那意思就是至少都先达到了 然后才 再加二十多个是吧 然后就是说我们是用浙江省的指标 还是国家的指标 你看这是不是今天社会的问题 这个这个很常见嘛 因为中国的情况就是很多事都其实指标不少 不要说外头人老说中国咱们产品不行啊 这个有毒那种事 但你要说到指标 我们指标不比人家少 甚至只会比别人多 只是我们处理的时候比较灵活 啊 我们对指标的这个掌握会比较灵活 不过你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啊 有分别有几种可能 我们这种stubborn的脑子就是这样的 嗯 水有问题 关系没搞好 那么这个这个 不管他关系没搞好 亏的关系没搞好 嗯 否则的话水有问题 关系又搞好了 这个问题看不到 不是更加麻烦吗 水没有问题 关系没搞好 现在拿出来 验出来水是好的 嗯 那不是还是没问题吗 反而那个关系 搞关系的那个应该揪出来 嗯 你怎么样的关系 可以搞得不好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分 分两面弄 还是可以弄得清楚的 而且我整个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最大的缺席是法庭 你你现在 可口可乐或者那个摆那个叫什么摆市什么 你要是里面吃出一个虫来 你发达了 嗯 你可以索赔多少多少千万 索赔多少 因为你这个牌子越大 嗯 我就跟法庭告嘛 但现在没有人告啊 但是他们不现在说有一箱里边 几十河水里面都有 大部分都有黑色不明物体 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告啊 如果是的话就可以告 我就不知道 他们跟一个报社炒 炒那么久干什么呢 哎 这个现在已经农夫 农夫山全这个老老板 已经很悲壮的这个宣布 这个我们要有尊严的 我们就 不是宁愿舍弃北京 对吧 我们也要尊严 他的这个感觉 就不在北京卖了 不是 关闭北京水厂 就是关闭北京水厂 就是说我们要宁愿 要我们的这个尊严 我们也绝不被这个传媒暴力 他把这个金融 就是说他觉得是一个报纸啊 有目的 有计划的 打击他 打击他 另外呢 他说的也不知道 有没有道理了啊 他说一个协会 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 下一个通知 要把所有的这个统招水下架 他认为这个他不可以接受 同业协会照理说 微信是很大的 如果是常规来看的话 照理说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对 但是同业协会的确没有权力 做这样的一个命令 通常在很多国家里面的同业协会 看什么样的同业协会 比如说医生 他们有时候一些同业协会 在很多国家 他医生可以同业协会说 我们取消我们对他的这个资格 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他犯法 这个只是一个同业协会的 就是说你不在我会内了 你的商业资格的认可 比方比方前面在香港 有个旅行社 不是让人家睡大巴吗 最后那个香港旅游什么协会 就要停掉那个旅行社的汇集 他停掉他 他就不能在 但是这个是有个连锁关系 就是说在一些地区里面 政府是愿意把很多 比较专业的事情 交给一些专业的会 让他们自己来鉴定 谁有资格干嘛 然后呢 政府呢 再去尊重他们的鉴定 比如说当政府决定 我准不准许你继续经营旅行社的时候 我看的就是你那个专业 行内的人认不认可你 对 他反而说 我政府不能直接来停掉 不让你做生意 但是你的行业要做出这样 但是呢 中国的情况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事情 反正政府去 因为 不是 中国的情况是这样 是每一个同业协会 其实底下都是政府嘛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独立的同业协会 但我想说回这个指标问题啊 我觉得中国其实很多产品 都有很多很多指标 指标多不一定是更好 指标多通常表示关系更复杂 因为指标多就等于关卡多 关卡多就等于收费的机会多 等于你要跟官府打交道的机会也增加 有时候一个国家用来检测某些产品 或者说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要盖房子 你要保装修 不是要拿这个阵 那个阵 那个阵 通常这种阵越多 这种关卡越多 这就表示这个官僚机构是越臃肿 官僚机构越臃肿 就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然后也增加了中间出猫腻的可能 所以有时候这个指标多 不一定是说明什么 对你刚才讲这个法院啊 我这有一个就是农夫山权的官方微博说 农夫山权已经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六千万元 然后呢 北京之监局就是昨天证实 北京并没有出台饮用水标准 因此北京生产饮用水的企业遵照的是国家标准 因为农夫山权在北京使用的是浙江标准 所以治监部门暂时禁止其生产 治监部门正就农夫山权的标准问题进行研究 出台处理办法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现正启航 请登入官方网站报名 为你的美丽人生 添一段追梦里程 妇科炎症一反复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丰公伟业 传后过 悲酒臣服 江山滴 滴醉酒多 丰谷酒亡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员礼物哦 来苏宁 省更多 云苏宁 够无借 所以我给你们念念啊 我觉得这个一件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啊 但是现在呢 你会觉得都过去就怪不得那个刘振云就说过 他说他写小说就发现有些人说他喜欢绕 是吧 他就说啊 他说你觉不觉得中国人 他就说我们河南人聊天 就喜欢绕 往往本来说一件事呢吧 最后呢 就是跟你说到第二件事 到最后说到第八件事去了 你看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聊到什么 农夫山权董事长说了 农夫山权的尊严比金钱更重要 农夫山权决定不会为舆论暴力低头 也不会为自己的尊严失去颜面 然后呢 就是 但是有些微博上就说了 说农夫山权不如自来水 最先抛出这句话的人 是中国民族健康协会饮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锦亚 这个马锦亚是三个实水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说什么什么 我还会继续喝农夫山权的 希望你们一言是良心品质 然后呢 什么意思啊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农夫山权董事长 他不是说农夫山权还不如自来水吗 不是 他的意思说 说农夫山权 说出这句话的这个人 这是一个叫这个多儿滚呢 多小滚的这个一个网友啊 他说呀 这个马锦亚 说他还会继续喝 对 这个他说说这句话的这个人是三个实水企业的 代表人 他说在中国视频报记者看到的 然后呢 人民网又又又讲了 说这是一个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反面教材 然后呢 这反面教材是指什么 是指水不好 还是指这个吵架 说这个 针对这个 他报道的就是说农夫山权讲啊 某报的系列报道是舆论暴力 然后呢 这个农夫山权 这个董事长反复强调 都谈到言论自由了 谈到我们争取的 说保障言论的自由 而不是压制 是最良善的社会德行 可是你又觉得他不都开新闻发布会了吗 怎么就没有言论自由了呢 这个 什么意思 就意思就是说 我想的意思就是说 他现在要告这个金华 并不是要压制人家的言论自由 而是要 要纯粹讲法律公正 也可能他指的是什么呢 我也听过这几年 某些办企业的 对我们媒体啊 有一些投诉 说个别媒体呢 好像黑社会 就是拿着舆论监督做武器 是吧 一指气使 想打谁就打谁 不给我广告 我就报你的黑材料 是吧 个别吧 个别媒体也许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 但是这个也是招某些企业 这个让某些企业恐惧啊 说民营企业弄不下去 不过也许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更多的例子 是媒体或者政府部门的不作为 广泛的 无处不在的食品 不安全 最近你从上海来 上海说牛肉 都怎么回事 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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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别的肉 老鼠肉啊 什么 老鼠肉是极端 但是呢 有的是鸭肉混的 有的是这个狐狸肉 狐狸肉 那么那个狐狸肉 我好清楚 狐狸肉 狐狸不是野味吗 狐狸是什么样呢 狐狸肉呢 狐狸肉是这样 他们是生产 他们主要是为了狐狸皮 他们主要是为了这个动物的皮 那么动物的皮拿了以后呢 这个狐狸的这个身体呢 等于是应该是废物处理的 结果呢 他们现在你知道 中国人这个便废为宝嘛 对不对 他这个废物处理呢 他就拿去给羊肉制造商了 然后呢 就混进去 混去了呢 我看到传媒还采访这个当时的人 就制作的人 说你混进去是怎么样呢 他怎么能混进去呢 他说狐狸吃起来就像羊肉 因为三嘛 他说吃起来就像羊肉 然后就这样混进去 然后呢 到了上海的那些店里边呢 名字也很好听 这个叫钻石羊肉 这个叫极品羊肉 都是假的 我知道一种方法 就是泡羊尿 泡一晚上 出来 真是老鼠肉就有了这个羊肉味 在中国 咱们中国文化 真是博大精深 老话叫挂羊头 卖狗肉 现在是卖鼠肉 卖狐肉 挂羊头 卖狐肉 与时俱进都继续到这么一个地步 我这个 我喜欢吃生煎馒头嘛 所以到时找生煎馒头店 那个香港的生煎馒头 没有几个吧 香港 香港就是做的比较胖了 老饭店那个比较胖 上海很有名的一个叫小羊生煎 其实他后来才搞清楚 他特点就是说不发酵 对 就是这个皮就是 就冷面泡 最近有一家叫东太祥 很有名 我就追去看 他就是又要薄 又要保持这个样子 吃生煎的这个好处的时候 就问到这个情况了 你才知道 其实道理很简单 他们都知道 他说你要做的好 我就只进前腿 就是说进肉的时候 我就只进前腿 那就贵 就这么简单 他说你羊肉这种事情 其实很简单 他说所有的电 这个饮食电 你本来要三十块一斤的 你十五块买来的 就一定有猫 你不用说的 所以你也不用跟人家说 包括地沟油也是这样 他说那个大量的电 我说地沟油的程度 到怎么样 百分之多少 他说百分之多少 不知道 但是非常非常普遍 什么情况呢 你只要去 你要去供销的 那个采购部门 就跟人家讲 我要便宜一点的 那正常的价是这个 我要便宜一点 人家就明白了 人家就给你这个 全都心知肚明 这个整个情况 比方说最简单的 举个例子 水煮鱼知道吧 水煮鱼 那么多油吗 你想想 吃完了以后 这油哪里去了 它的这个潜规则 回去的时候吧 它到的时候是这样 它有个网 隔开了 垃圾吧 这个吃完了 剩下的吧 一倒 油就下去了 油铺全下去了 第二天 又到人家坐上去了 就这很正常 这我早就听说了 我老讲说 中国有个很怪的 像这十年 我们物价飞涨 你仔细去超市看看 油要东西 价格没怎么涨 或者涨也涨不多 那是油 怎么可能 所有东西都贵了 就油还那么便宜 而且 细油涨价 石油不涨 吃水煮鱼 吃这些川菜 我老跟四川 重庆的朋友说 我明明记得十几年前 我到重庆 到到成都 那个时候油下的 没那么多 怎么现在油越来越多 这个油怎么可能 越来越多东西 还那么便宜 你说这轮不有问题吗 对啊 所以说这个废物回收 它是会使它 越来越多的嘛 是不是 其实 卡这个食品 是两头卡 一头就是你在 商店销售这一环 就是说你 你好牌子的店 你不能贪图一事 其实讲到底 就是你贪眼前 还是要做一个牌子 很多人就是 只管做今年的 我根本 我这个铺盘下来 问题是 贪眼前的多了以后啊 做长久的那些 就全被扼杀 做不下去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民生无小事 这是你我关心的话题 一起微笑着进步 发挥民意 监察正能量 民生银行信用卡 社会正能量 星期六 凤凰瑞士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 也会说好 重塑架控 升华术士 桃花 衣食新生 这就是新世代的天籁 东风日禅 丙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一枝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将 无尽共酒 现在双民生信用卡 超值游宝岛 高额团费值降 十万持卡人尊享 力多 优惠多 美好人生 畅游宝岛 持卡来报名哦 民生信用卡 徐老师接着来 那个狐狸皮 狐狸肉 这个事情 就使我想到 就是 其实这个是 无处不在的 就是一样东西 它已经变成了 废了 就是我们 我们大家知道一个道理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垃圾 垃圾换一个途径 就是爆 对不对 但是你换到另外一个 就不对了 前一阵不是都说 那个猪在江上吗 对不对 黄埔江 其实他说 这个事情到处存在 到处都有 只是以前 你一个猪出来 它其实是有三条路 可以走 一 你花钱 把它处理掉 埋掉 因为猪总要病死的 第二 有人把你收去 你花钱埋 埋掉 你要花三十块钱 像有人把你收去 他可以收五十块钱 那很多人就很开心 就收去了 收去了以后 其实 他们开玩笑说 上海出现 那么一江的这个猪啊 是件好事情 对 那是良心企业 这就是什么 就没上人家桌子 没错 他要不在江上出现呢 就在桌子里 那就是什么火腿啊 肉松啊 还讲了几个牌子 我听了晕啊 灌肠 对 江肠 他都是被加工出去 而且他说猪死了以后 有的是病死 而且他死了以后 他的血不能充分排除掉 但是呢 你说他是怎么真的 危害人生命也很难说 他高温消毒了 你知道农民这两条路被断了 不要 我出 没人来收了 一顿打击 没人来收了 埋 我也要花很多钱 他就丢江上 丢江上 那我的问题很简单 但这种问题是全国到处存在的是吧 那为什么偏偏加薪来的吗 回答是 加薪是产租主要基地 对 而且最近对食品安全管得比较紧 对 实际是管得严了 管得严了 上桌的渠道啊 被堵住了 所以将来我们很有机会 在全国各大小河川啊 马路边啊 看到越来越多 你看到的越多 你应该额手欢庆 还好没进度 这是好现象 江上越多 那火腿就可以买 对 因为我们的习惯是不要的东西都扔在河里嘛 对 确实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是 这是一种就是 生活归大自然 对 真的真的 照你这个讲法 印度吃东西都很安全吗 他什么都丢江上去 这真是亚洲民族啊 有这个爱好 就是你看 我们在苏州啊 我就感觉到 他那个沪城河 情怀人家呀 其实情怀人家的生活习惯呢 就是垃圾 哗一下就直接到河里 他就水边而生 那他就是这样 就是个垃圾的 他在情怀和尚唱唱苏州平淡 嘟嘟一个苏州 过去那青龙女子肯定晚上的尿盆 白天一早 哗 他就这么到了嘛 这倒是 而且你知道就说 上面耍尿盆 下面洗衣服 这是经常看到的 你知道还有一种姜吗 这个事发山东围坊吗 姜上面撒这个神农丹 这种剧毒农药 50毫克 致人死亡 要促进生长 然后呢 这个农民 促进什么生长 不是 他撒的这种灭虫啊 剧毒农药 他灭虫啊 灭哪的虫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 文明启示度 那些人的虫害啊 他为了灭虫